是沒有那麼濃的燒酒味 沒有那麼濃的酒精 所以這個是熱入一點 還有我覺得這個比較薄 這個五花肉 我看一年都不用 一半一半 可以不用 大家好 我們這次來拍的就是銅鑼灣 利舞台廣場裡面的新羅寶 韓國的餐廳 那為什麼選這間新羅寶呢 因為我們今晚跟朋友吃生日飯 我們整群人 然後我們是想吃韓燒的 那選銅鑼灣其實是幾間我吃過的 那我之前吃過明家 那是在世貿那邊的 但是那次是吃午餐 那就很久之前吃過燒烤 那接著新羅寶這間 我就是沒吃過 所以我就選了這間 那其實它還有其他我吃過的 就是有金羅寶 就是金百里那邊的 那是金羅寶 不是新羅寶 那金羅寶那間 上次都是整群朋友吃過 都挺好吃的 那所以就試一下新的 就試新羅寶 那其實銅鑼灣還有家爺 都是相對上是比較韓國風格的燒烤 利舞台廣場呢 其實這間是18樓 那其實它旁邊就是一間叫Dudam Chicken 的一間炸雞店 那我上次都是吃過午餐 和之前都吃過炸雞 我覺得炒飯是不好吃的 好 我的朋友突然間來了 那還有我是吃過銅鑼灣 一間叫首爾加韓國料理 也是吃燒肉的 那其實它就在 柏林頓酒店裡面 那我覺得那間呢 是不值得推薦 因為我上次吃的時候 我自己配菜要加錢 菜也要加錢 所以我就不是太好的經驗 那其實呢 這次來到這間新羅寶 其實它的生菜和泡菜 都是要另外加錢的 那不要緊 那我們等一下 喊的時候再看看好不好吃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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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嗎 三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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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啞比 西茄西 香菜西 豬頸肉 香梅巴醉 海鮮煎餅 謝謝 我會保持這個 好 好 那我們剛才已經點了些食物了 對 我說 這個呢 其實它是有一個叫珍露的燒酒 那我特意介紹 因為之前我朋友 他說了上instagram 他說他竟然是第一次喝珍露的燒酒 他平時是喝了綠色的 即是初面初濃 和這個 但是其實這個藍色的珍露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比綠色那些 是沒有那麼濃的燒酒味 沒有那麼酒精 所以這個是容易入口一點 小分享就是呢 韓國的綠色瓶 譬如是 Xamilchoo和初鑼 那時候呢 其實他們 Mix brand回收的時候呢 他們是可以用回 最佳的綠色瓶 那大家一起分享 那他們的價值就會少一些 還有又可以環保一些 其實這個藍色瓶 是最原本的版本 之後韓國再推出這個 但當他們推出這個的時候呢 他們是非常不滿的 因為他們是不可以再用這個藍色瓶 所以我聽他們那時候說 Xamilchoo綠色瓶的brand 是有拿了別人的藍色瓶 那就不給它回收 所以它的價值會提高 那就是一個小分享的藍知識 $100 好,這次是阿 好,這次是阿 這一盤菜是要80元的 新羅寶這裡 純粹我覺得有很多韓燒其實是 喊這些生菜不需要加錢 但是在同鵝灣吃過的韓燒也是要加錢的 而且它不是說真的很多 80元這裡80元 豬頸肉這個燒好了 那就夾個菜 夾個生菜 還有沒有蒜頭 沒有蒜頭給我們夾出來 肉是挺好吃的 好,我剛剛已經怪錯了 其實這裡是有蒜頭的 但是你要問它拿,你不問它拿就沒有給你蒜頭 那我自己夾豬肉是一定要夾蒜頭 這裡的三級菜它就薄一點 比之前吃過的其他韓燒 不要緊,我們只要吃 算了 可以了 肉是挺好吃的 燒肉挺好吃的 但是如果我選擇 我未必會來同鵝灣吃燒肉 因為旺過的蒜頭最喜歡燒肉 好的燒肉 還有不用給生菜的燒肉 也有很多選擇 還有我覺得這個薄了一點 這個五花肉 海鮮煎餅,試試看有沒有夠脆 海鮮煎餅,還有煮得夠脆 夠脆的,不過不夠韭菜 還不夠蔥 這個很多麵粉 我剛才吃一整塊 都是沒有海鮮 只有好少海鮮 所以我覺得來到不用吃海鮮煎餅 可以試試泡菜煎餅 那我們就點多Vicky 其實這裡還有很多豬手 辣炒八爪魚 泡菜炒豬肉 所以其實可以試試其他 因為其實它BBQ有雞,有海鮮 但是我個人來說 我韓燒我不喜歡吃 除了豬和牛之外 我是不喜歡燒其他肉 我終於不懂牛 所以我只燒豬 我們可以買這個 金馬里豆腐 燒餅 太多了 我們先買這個 專人幫我們煎這個八爪魚 我們點了這個海鮮湯 小一點 謝謝 這個海鮮湯我覺得挺喜歡 因為它有蝦 牛肉 還有牛肉 還有豆腐 很多蝦 還有牛肉 是真的一隻 剛剛煎了這個湯 海鮮湯是挺好喝的 而且它裡面還有很多海鮮 帶子、青口、蟹、蜆 所以其實都幾多款海鮮 我們八個飲食就分得剛剛好 試一下它這個辣炒年糕 辣炒年糕就一半半 因為它不夠辣 而且你一看它的顏色已經不夠了 辣炒年糕不用了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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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豬手 有些菜 給你包著 番茄 蒜 蒜頭 給你夾著吃 很棒 很棒 因為它給很少菜 還有你夾的菜 也不是很多 所以 大部分你都只是在吃豬手 只夾豬手 OK的 沒什麼特別 前面不叫豬手 我可以叫那個菜包 因為菜包 它可以夾泡菜 夾生菜 吃 但豬手就這樣夾 就覺得 不斷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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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點了一人一粒 曼都 但我想說比我想像中小很多 而且都不便宜的一粒 好像百多元百粒 160元百粒 不好意思 不是160元 是110元百粒 一半一半 可以不用買 他們的曼都裡面是肉 但是不是很多菜 而且我覺得不太韓國風格 韓國風格裡面有些粉絲 但這個沒有 但這個沒有 很厲害 你可以再說 餡料嗎 餡料嗎 餡料很不錯 很脆 我們最後吃了3900元 那就脫開 大概 四百多元 每個人四百多元 但是因為我們點了很多酒 我們點了15瓶啤酒 那我都一塊錢 所以我們差不多四百多元 在銅鑼灣吃燒肉 但我覺得 比起上次金羅寶 金伯利 我覺得上次金伯利是好吃的 你會覺得整個氣氛 和食物好像 接近韓國的 還有這裡你就會覺得 不是不好吃 但是我會覺得金羅寶 金羅寶比較好吃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好吃的燒肉的話 就可能要去尖沙咀那邊 就會比較好 我覺得暫時跟鑼灣來說 可能我還要嘗嘗家 和名家 我才可以作出定奪 但是我覺得暫時尖沙咀的燒肉是比較好吃 還有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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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